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们中国政府不会轻易发给我们的绿坎的 但是当然在几十亿的外国人中间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个特殊群体我们称之为华人 又叫华裔和华侨 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来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儿女散步到了海外 在今天的北美 在今天的欧洲 在今天的东南亚 几乎到处都能看得到华人 华侨华裔的身影 甚至有一个统计说 即便远在澳大利亚那样一个国家 都有5.6%的人有着华人的血统 所以今天 祖国大陆给所有华人一项优惠政策 只要你拥有华人的血统 你就可以获得一张为期五年的中国绿卡 为什么要给所有的华裔这样的优待 因为在我们心中 不论他已经加入了哪个国家的国籍 他的血统是没有变的 从历史上看啊 所有的华裔对中华民族的复兴 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我们随便拘两个历史时期好了 第一个历史时期就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 咱们清楚 抗日战争打了整整14年 在这14年间 整个东南亚 整个北美 整个欧洲的所有华侨 都在积极主动的为国家捐资捐物 因为很多华人华侨清楚 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别国国籍 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个母国的概念 很多华人华侨是不能看到 中华民族沦陷于他人之手的 第二个时间节点 70年代末以来 我们搞了伟大的改革开放 今年是2018年 恰好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 很多海外媒体研究都说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如此成功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在中国刚刚搞改革开放的时候 从海外汇回来了大笔的资金 建立了大量的工厂 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 带来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让我们的经济 一个很短暂的时期 就达到了起飞点 而这些大量的资金 都来源于海外的华人华侨 可以说 没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努力 没有他们的资金技术工厂和市场 就没有改革开放这么顺利的起飞 甚至有人还拿中国和苏联的情况做了瑞比 实际上讲 苏联搞新的经济形态 也没有比中国晚多少年呀 然而苏联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华人华侨 没有这么多的资金 没有这么多心向祖国的同胞 使得苏联的经济改革非常不成功 而今天 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或许已经不太需要海外华人华侨的资金了 但是我们应当体认到很多海外华人华侨是希望加入到祖国大陆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中的 因为大家都发现今天全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就是中国 所以今天也到了我们回报海外华人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给海外华人这样一个优惠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偏心 只要你拥有华人的血统 你就可以获得中国的绿海 你就可以在中国这样一个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你就可以在中国这样一个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